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坎电影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美国举击手》这个影片 这是2014年的新片子 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但透过电影 2014年的时候 跟大家描述了他整个在美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枪手 在被美国政府认可的 他大概枪杀了 杀掉了160多个敌人 而他自己的数字是说250多 那这个影片在我的眼睛里 或者说在中国大陆的我们生长起来的朋友的眼睛里 他在宣扬着爱国主义 在一个普世价值的正常社会当中的爱国主义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同时在对比着个人的爱情 家庭 这样的情感的冲击 与爱国主义之间的这种冲击 他是怎么表达的 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一个男人 他肩负着对国家的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承担 这是一份在他生命中认为不可推卸的东西 但是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 他看到了人和自己的伙伴的失去和战争的残酷性 对他人的那种摧残 人性的思考和他生命未来的思考 最大的特点 他的真实性 我觉得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生长在一个被爱国主义洗脑的氛围的环境当中 这个影片很值得看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那要收看涛哥怎么砍的这期电影 那你就到涛哥砍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周五的时候呢 香港出了个事 用女孩子 说人家女孩子 叫用胸袭警 女孩子用胸部 故意撞警察 用胸袭警 罪名成立 判入监三个月 零十五天 在这个 媒体当中 他是这么评论了 法广有篇评论就说 这是世界的笑话 但香港做出来了 香港做出来 那这件事情呢 引起诸多人的 这个 就是太多人 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对不对 我自己的评价 我个人的评价 我觉得非常直接了当 当一个社会环境崩溃的时候 任何荒唐的事情 已经超越了人 基本概念的事情 它会变得很自然 就流露出来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你看到习近平李克强 只字不提 为什么 他忙活里头呢 但香港的事情 在梁振英主政时 在这样一波比一波荒唐的事情 在表现出来的时候 我的眼睛里就是 当人丧失了做人基本的道德 或者说丧失了人们认知做人的道德之能力的时候 他连动物都不如 所以这件事情 我评论很简单 判这女孩子入罪的人 如果你是男的 你妈活着问你妈 你说 妈 今天你女孩都给判罪了 用胸部袭警 问你媳妇 跟你媳妇说 你舔着大脸跟你女儿说 你家里至亲的 大多数男人可能都会 相当一部分男人可能会拥有的至亲的家属 别的我就什么都不讲了 这真的去应对了我们提到的米开朗基罗说的 这是一种大审判之前的表现 大审判之前的表现 据说那个法官说 他不畏恐惧 因为他感到了一种恐惧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妈活着回家问你妈 说妈 儿子今天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看你妈是站在你妈的角度去说呢 还是你妈站在一个 女人的角度去说 那对等着郭伯雄这件事情呢 每个人逐渐的评论有拿出来 看法不同 世界新闻网写了一篇社论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开除郭伯雄 习近平有弦外之音 什么叫开除郭伯雄 开除出党大概是 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词我觉得有些别扭 郭伯雄被开除出党籍 涉及严重受贿犯罪线索 移交司法 那证实了多月的传闻 那他这里说 宣布的时机 经刻意经过安排选择 第一 建军节之前拿郭伯雄记起 第二 北戴河会议之前立威 震慑贪腐和反对势力 使他们在北戴河会议晋升 那是习核心的 一举多得的行动 为北戴河会议布局 为十月的五中全会暖身 开除原本地位显赫 被江泽民重用的军头 那震慑效果不言而喻 习近平主政 近期并不顺利 股市暴跌 引起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看坏 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看坏 不是今天 好 2014大崩溃早存在了 不是的 他说和对习近平管制危机的疑惑 盛传这些意外 都与反腐集团策划运筹有关 是给习近平难看 那我不知道这个 他是怎么来说来的 那我们在评论当中 我一直是坚持分开的 我们落了很多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的故事 文章讲 当局接连宣布 国布雄案和令计划案 一方面回应外界反腐受阻的质疑 另外一方面想通过快刀斩烂麻 那削弱势力集团的反扑和能量 具有多方政治意义 外部反腐受阻的质疑 不是是替江泽民玩命的那一两个媒体 故意这么说的 其他的媒体在跟着跑 为了抢网上的点击率 而出现了所谓外界的质疑 文章提到说 是习近平亲自下令 在建军节前 把已经扣了三个多月的 郭伯雄移交此法 显示把郭伯雄踢出中共 最后是习近平一锤定音 那肯一定是 这都不用讲 对不对 那一定是他定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习近平背后有高人 习近平背后有高人 他在选择时间上 在处理事情上 有他自己坚定的一套 他不会受外面影响 第一个 第二个 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高人 咱说白了 一定是跟那王林 跟那个乱七八糟 胡黄白柳那些东西 对立的 才会有这种概念 斩妖除魔者 可能就是背后的高人 郭伯雄落马 是对江泽民军中势力的 右翼巨大摧毁 1999年9月29号 江泽民晋升郭伯雄 徐才后为上将 两位军头 此后十年 作为江泽民的代表 代理江泽民 在军中所有事务 胡锦涛时代 郭伯雄徐才后 在军中说一不二 两个人携手合作 各霸一方 所有的人都懂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我早就讲过吧 江泽民死定了 曾庆红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咱也从来没改过 一根筋的 有人说你很固执不改 我为什么要改 那这里还提到说 郭伯雄徐才后 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曾经 给习近平难堪 在当时的习近平 不知道 2012年 因为王立军事情 而引发出来的真相 他并不知道 真正是人家 周永康薄熙来 要作死习近平 在2014年 他不知道那件事情 那作为郭伯雄 徐才后 周永康 薄熙来 这些人 是人家江泽民的老派人 人家正经八百的嫡系 习近平是后来者 当他上来的时候 郭伯雄 徐才后看不起他是非常正常 对吧 非常正常 没有前面的看不起 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卡 你记住那话 今天你做的事情 说的话 就是明天你倒写霉的原因 不要乱说话 郭伯雄 徐才后的总后台 就是前中共总书记 兼军委主席江泽民 他说习近平碍于江泽民的情面 并未把事情做绝 但地震肯定有余波 只是外界难以探测而已 这一番整顿道 将军心浮动 军队脱胎换骨 少壮派军官抬头 等等等等 说肯定不小 那你让我说 基本后的这话 就是说的挺明白 最后就拐弯了 江泽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妒忌 妒忌的人最要面子 习近平把郭伯雄徐才后 两年之间咔嚓全砍了 把郑伍康砍了 然后说习近平碍于江泽民的面子 文人就是文人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是那么回事 你记住江泽民 曾庆红共产党死定 很快 砍完郭伯雄 31号 中共晋升了一堆上将 这里说了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 并向军官表示祝贺 范长龙宣布命令 许其量主持 那这些上将都是在过去这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应该对头说 2014年12月底 当令计划被宣布拿出来之后 军队出现大整顿 换军人对吧 当进入到大的军区兵种 任正职时 包括副职的某些人 但他是习近平调过来的 在这一波的过程中调过来的人 升为中将 升为上将 当他这些人升为上将的时候 表示今天习近平对军队的把握 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曾经说过说法 未来的中国 有国家 有国家机构 没有政党 你觉得 可行不可行 有国家 没政党 有军队 有法律 有法院 有检察院 有公安 有国安 但没有政法委 没有共产党 这个国家 能不能运作 你想想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